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香港寻找牙医服务的经验 由于看牙始终不像我们平时看家庭医生那么常见 可能就算健康护理牙齿的习惯也好 也只是一年找牙医去洗牙 检查牙齿 但当出现一些牙患的问题的时候 即是轻质处牙 重质有时发生意外 牙齿受伤等等 你在危急或很痛苦的状态下 要寻找牙医服务 你几乎要预付几贵的价钱 无论贵之外 其实香港牙医不足的情况 牙医服务不足的情况 是多年为人救病 香港人对牙齿的保护意识不强 通常很多人因为平白无事 就不会去例行检查牙齿 因为你连洗牙都要去到600-900元 你找牙医普通来说 所以大家是去到疼得很厉害 你才去看牙 但你不是说看就看 就算你去找私家预约 有时也不是立刻有得看的 这个是扁出个人手不足 比较上基层大众 这么贵怎么看呢 你动摘看似牙医如果有少少轻微的手术 要做就过千元 于是就轮階证了 轮階证原来 本来政府承诺过 每年有多少阶阶的名颁 但发觉货不对版 如果大家有时路过一些公立的诊所 到了黄昏的时候 可能会见过一个奇景的 就是为什么排了长龙 是不是有什么派 派那个人叫炒 因为基层当然就比较难承担得起 你去看私家牙科医生 随时都要几千元的那么重的开支 于是就去寻找这些牙科的佳政 就用新劳来换取减低成本 花长时间去排队 这个问题其实就并非今时今日才出现 就算在疫情之前 相对地那些牌丑的情况 是未去到那么严峻也好 但其实已经需要这种轮候在里面 但这么多年来 似乎有关的问题未见解决 甚至乎有恶化的趋势 因为正如审计报告所揭示 原来牙科的佳政丑额 比起疫情之前更加大幅减少 又要回到一个根本的状况 就是这些牙科阶症 本身不是用来服务普罗市民 基本上是服务公务员 他们去看牙的时候就有一个渠道 然后卫生署开放了其中一些时数出来 用来去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才令普罗市民 基层市民有这一个机会 可以排队取 في存 эн冠 刚才各位提到大幅减少了 减少了多少 本來政府原定的規則 一年有四萬個佳酬 但事實上審計報告指出 在二二到二三年度 派酬只得二萬零三百多個 足足少了一半 為何揭出整個牙醫服務的缺陷 剛才看到本來政府的牙科服務 主要是服務公務員 公務員其實有個比較想說 現在打政府沒有福利 最好福利是看牙醫 只要看出那個現狀 面對這樣的情況 政府昨天可能也合適時間 審計報告出 那頭去立法會提出一個 2024年的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提出引入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牙醫 這個也成了一種新趨勢 那些在哪裡來的醫生 最遷就腳的當然是來自我們的同胞 因為之前一直說搶人才 我們醫管局又說要去海外招聘 主要都是針對著招聘一個西醫的人手 似乎沒有特別說到牙醫 我想牙醫在香港 由於我印象中記得應該只有香港大學 提供相關的課程 所以那個學額或者提供的新力軍的人手 其實就不多 但是如果看回整個市場的需求 其實應該是很大的需要在裡面 因為撇除是否輪階症也好 我不知道總理有沒有相關的體驗 就是就算你想看牙醫 你找一個私家的牙科醫生 他也不是你好像walk in 因為你有時看傷風感冒 走下去就做一個掛號登記 就看到私家醫生 但是私家的牙醫 你都要預早登記 而且不是登記完之後即日看 或者明天看 可能都要排一個星期之後 為什麼牙痛慘 你找醫生看原來這麼辛苦 例如我現在都要定期去洗牙 洗牙期包括檢查牙齒 那醫生都比較好 通常那個姑娘說 李先生你最早就在三個月之前去預約 最早就你每次去檢查完 你預約下一次就最穩陣了 好想知道那個需求 那個supply and demand的問題 這個需求和供應問題 所以現在你政府是不是 有議員批評政府 愚夢初醒這個老問題 其實一直是辦睡覺 一直沒有好處理 到現在你要怎樣 維金之計引入非本地牙醫 甚至你洗牙服務 可能不用牙醫洗了 找這樣的技術員洗 就是一個比較上降低了服務質素 香港一樣要進步 原來整個牙醫服務 無論質量來說 其實都沒有進步 有些立法會議員同樣立即提出 我們是否應該在內地採購這些牙醫服務 將這些香港市民的需要 分流上去內地 其實內地看牙的成本價錢 便宜一折 廉價一折 眾所周知 其實市民也有一個自由 現在自己可以上去內地看 但是為什麼寧願花七個多小時 排隊拿一張票 都要選擇在香港看 固然就是因為市民 他自己的一個選擇 其次就是 看牙其實也有一定的風險 尤其是處理牙齒處理得不好 輕質就令到你日常的生活大受影響 你的飲食的習慣各樣東西 都受到很大的困擾之外 最嚴重的是 試過發生一些個案 有人抵受不住 處理牙齒失敗 帶來的痛楚 就選擇輕生 因為真的很困擾很困擾 所以說服務的保障是一個大前提 但是是否在內地同樣接受牙醫服務 等於代表也同樣有 在香港接受牙醫服務的同等的保障 如果你不能夠給人一個信心 很難說服市民不想求醫 而且到而上都要覺得 我們沒有理由每次都要祖國去支持 你不夠地方住又說回去大陸住 不夠牙醫服務又說回去內地去看 不夠垃圾 堆田又要運到內地 是否什麼都是回內地就可以解決得到 內地各方面的支援 這些我們都沒有輕視可以幫到 但每天有內地的支援 內地方面 他們什麼都不用做 那就搞定了 當然我們都看到 這些方面會更多的放寬 或者更多鼓勵 北上就醫 自然不用鼓勵 但不要因此放軟手腳 繼續沒有醒 政府近年來不斷提倡要自未自知病 未病以前醫治好你 基層醫療的難度 但這方面牙醫從來 牙科從來不在政府的重點計劃當中 這些就是問題所在 各個市民都有牙齒 各個人的牙齒都必然會有治療 醫療服務的需要 但偏偏這麽重要的需要 卻沒有被高度重視 連市民的牙齒健康都維護不了 其他的安全問題 是否還可以這麼輕易解決 這個可能是政府自己要想的 你想像得太豐富了 是不是一個唇亡齒寒 這些都出來了